你看 香不香 兄弟们 看这大骨头 兄弟们 这满满一大盆 来 兄弟 开楼 今天这个位置最好吃 超香 哇塞 兄弟们 今天去县城买了30斤的大棒骨 今天准备做个麻辣酱香大棒骨 来 下锅焯个水 满满一大锅 好大的骨头 哇塞 焯好水给它捞起来 满满一大盆啊 大骨已经洗好了 重新起锅烧油 给它熬个糖色 老家都是吃猪油的 还有点多了吧 多了点 下入冰糖 炒个糖色 冰糖炒制 枣红色啊 下入大骨 哇 来 下入我们老家的三浅水 下入两瓶我爸喝剩的啤酒啊 再来两个乳肉 黄豆酱 蚝油 蚝油 生抽 好 啊 兄弟们忘了盐巴跟鸡精还没放 我一点点啊 盐就少来点了 鸡精的话也少来点 有放了那么多酱了 摄影师你说停是什么时候停 你的盐跟鸡精一起放的呀 嗯 啊可以 盐不够盐不够 盐够了吧 哈哈哈 够了吧 够了啊 好 一个半小时 你把这个那种干热的柚子感觉一样 也是夏天柚吧 嗯 那不也得放吗 兄弟们 及时已到 开盖 哦呦 看颜色可以哦 嗨 你看 想不想兄弟们 嗨 看这大骨头 起锅啊 嗯 兄弟们 真满满一大盆啊 来兄弟开楼 还有饭啊 有饭 一人一盆饭啊 我要先啃骨头 我也先啃骨头 哇 来个大的吧一开始 你看我来那小的 哇塞 想不想 嗯 哎 兄弟们看这大棒骨啊 全肉啊 妈呀 嗯 好吃 好吃 老婆 老婆 大棒骨熟了 哈哈 可以哈 我还有弹心但是能脱骨 是 哇 嗯 今天这个位置最好吃 超香 一斤15块钱 嗯 嗯 那自助餐店里面那个 三十几四十几的怎么挣钱 我也不知道 是啊 你说他们自助餐怎么挣钱 对啊 哪来的肉啊 这一盆多少钱 这一盆的话 15块一斤 这有三十斤左右 400块 400多 400多吗 嗯 肯定也蛮真香啊 哎呀 嗯 越肥越越好吃 哎呦 嗯 全是大棒骨 全是 哇 哇 大棒骨熟也吃这种肉多的 嗯 再来一个 多来点 当自助餐楼啊 哇塞 我喜欢这个肥油多一点 嗯 嗯 嗯 哇 你搂就好 你是不是让你们的好吃多了 嗯 哇 哎呀妈呀 哎呦 你来啦 来 呵呵 来 给你一个来 不要在那边打架哈 打架的话被我赶哈 哇 你看我这个肉有多少兄弟们 哎呀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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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这个肥油太多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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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自从大胖回来村里面 各种狗都跑到我这边来 村里的狗都胖了一圈 每次我回村的时候 我的车到村口的时候 就一堆狗在那欢迎我 真的 恭喜你获得的称号 狗子王 不能啃那么干净 狗看着就流泪 搞肉多呀老天 肉多都搞它 这骨头又大又爽 全是金头的 哇天 哇 感激烈 烤肉多点呢 烤一块肉多点来来 这汤汁盖饭也是绝的 哎呀嘛会吃 这汤汁盖饭是绝对的 这汤汁盖饭是绝对的 还满 还爽 确实话这自助长的酱五头 跟这边的酱五头 比真的不一样的味道 哎呀 你改名叫我 这么多骨头你一只狗你也吃不完 就是哦看这个 我爸还看到我这么为别人家的狗的话 有点生气的呢 哈哈哈哈 来嗯啊好好吃 嗯嗯 一点都不会辣 哇 嗯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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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喜欢这种筋多的地方 巨爽 我再来点烫 给我来点 要倒那个黄豆酱 有点黄豆酱的味道 很香 豆香吗 本来我想放那个 本来我想放黄豆的 黄豆太麻烦 我就感觉放点黄豆酱 更香 好用 没卖 太香了 哇 下次不要搞那么好吃了 影响我减肥 吃饱了再减肥似的 我回春之前是180 出春的时候200多 呵呵呵 兄弟们 就这个汤子拌米饭 哎呀绝了 还没小块钱呢 我已经整不动了 来吧 今天吃饭吧 再倒一块 咱们两块把这一瓶干完了 对吧 不然留点 可以 好了兄弟们 接下来我跟熊和鸡慢慢吃 你慢慢喝点了 还有很多人没吃 咱们留点给别人 别我俩都吃完了 别人都没得吃了 哈哈哈哈 下期视频见拜拜啊 兄弟们啊 就这大鹅腿 香迷糊了吧 哈 哈喽的叫我老胖 一个让自助餐老板色色发作难据我 每到一个地方 除了吃自助餐 当地的特色菜也必须体验一下 哈 今天咱们去吃东北的铁锅盾啊 盾大鹅去 走 点菜在哪点 前面点 哦 我点菜 大鹅要这个 铁锅盾大鹅 来个种大鹅 您几位先生 两位他里边 鹅肉是几斤 六斤生鹅肉 带肚带赤 好行 就要这一锅 就要这一锅 兄弟们哈 鹅肉必须得先吃鹅头哈 看看这个大鹅头 优不优人啊 哇太香了 真香 妈呀 哎呀 一年都吃不到一回鹅 你知道吧 这好不容易来东北的 到底得来一只是吧 哈哈 来一只大鹅 真香啊 妈呀 这当地的铁锅盾哈 就是跟别的地方味道不一样 嗯 真的 这个鹅头吃起来比鸭头爽太多了 而且鹅头特别香 哇 哇 嗯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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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还买 兄弟们啊 就这大鹅腿 香迷糊了吧 嗯 这鹅肉就是紧致 哇 其实哈 大鹅炖酸菜特别好吃 大蒜 大鹅腿就大蒜 嘎嘎香 这个是翅膀小鸟啊 嗯 大蒜真小 嗯 还有吃大蒜 嗯 东北吃铁锅炖就是这样子大口吃肉嗯 大口进里面呗哈 饮料啊 哎呦 太爽 嗯 再来个 哇 直接上手了 吃着吃着就 嗯 嗯 嗯 真香 嗯 嗯 大鹅子奶啊 我去啊 好 嗯 呃 嗯 嗯 嗯 哼 嗯 哇 嗯 嗯 有兄弟们知道这什么东西吗 这是东北的大黑膜 这个黑膜很香 脆脆的 吸满了这个鹅的汤汁 你看这鹅翅 你知道我吃过最大的鹅多重吗 二十几斤 嗯 特别大 像他这种鹅的话 六七斤的小鹅不大 但是 六七斤的鹅肉是比较嫩的 比较容易炖熟 15斤以上的鹅肉 炖熟你都得花30个点 干 心 我去 这心眼长得真大了 这大个心眼 长那么大个心眼 这还不是长别人锅里进来 哼 你像这边的鹅肉哈 基本上都是已经弄成半成品了 上来再给你炖个半个小时 就可以吃了 你要是正好把你生鹅上来哈 你等一两个点 呵呵呵 刚刚不好吃 嗯 差不多 哈哈哈哈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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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兄弟们 揍一个 嗯 我干了你们随意啊 啊 啊 真爽 呵呵呵 好了朋友们哈 接下来我就慢慢的把这一锅给消灭了哈 这期视频拍到这里了 喜欢大方视频的记得留言关注啊 还是那句话哈 吃东北菜 你得来东北呀 嗯 嗯 是自助的吗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方 那个现在来一家那个 火锅烧烤一体的自助餐哈 我是来过一次熊二没来过 现在带他去品尝一下 让他也看一看 这家火锅怎么样子 啊 走 那菜先吃的吧 我还看到了这个烧仙草 哇 这个花螺特别大 开吃了啊 菜已经先上了一轮了哈 先这么先 下一盘肥牛吧 这个肥牛 全下了啊 哎呀 骨肉香脸 嗯 骨香脸 嗯 真爽 烧鲜草 好爽 这烤肠 这一盘毛肚还不错哈 上次自从给老板提了意见以后 说毛肚不是特别的干净 这次弄的 哎 就非常的不错哈 全下里头 那边来点 今天就是肥牛跟毛肚自由 哦 哦 那 这肥牛煮熟了啊 感觉还不错啊 嗯 得蘸酱吃 这个火锅底料的味道还挺辣的 挺爽的之前 熊儿再吃一些牛排跟那个田炉 嗯 嗯 爽 这一盘跑到饭店里不就四十八了 哈哈哈哈 嗯 嗯 嗯 哇 这肥牛这样吃太爽了 哈哈 嗯 消灭这一盘了 这个熊儿哥哥烤的牛排啊 看一下怎么样子 放味道呗 嗯 没什么 压看来是不怎么样子 还是能吃出一些肉的味道 看你要说非常的正宗的牛排还是没有 哎不错的 这毛肚熟了哈 虽然不是原毛肚爆发毛肚 但是在八人四块钱自助餐里面 能吃到这样的毛肚已经算是很欣慰的了 嗯 这个鱿鱼也太新鲜了哈 给它煮了吧不拿来烤的啊 来煮啊 哇 拿了一盘这个感觉不是特别新鲜的虾 应该就是冰冻的 那也给它下里头啊 因为我一次性给它煲了 虾刚煮下去哈 拿了盘这么多的生蚝 先吃着来 看下肥不肥啊 这个生蚝就肯定没有那个 像一百多两两两百的自助餐这么肥的 它就肉就比稍微比较小一点了 嗯 汤很甜 汤特别的不错 我那蒜蓉的味道好香啊 嗯 哎呦真咸 大方又露出了酒围着笑容 大方笑一笑 谁知道饭量多少 是不是 嗯 嗯 嗯 哎呦 其实要了点黑椒酱 哈哈 哈哈 熊鹅就喜欢吃牛肉跟那个海鲜 还有那个花螺 脂肪挺高的 这个脂肪挺高的 尝一下熊鹅哥哥为我烤的牛排 嗯 里面还挺嫩的 这个牛排正不正经我不知道 反正我是挺正经的 嗯 这叫小果然叫海兔啊 嗯 没有纸啊 油鱼头 嗯 一大盘的虾剥了肉以后就剩这一点了 我们来尝一下这个虾肉怎么样啊 嗯 看上去不怎么新鲜吃起来还是挺甜的 啊 自家 嗯 这三倍你刚才尝了什么 怎么样 还够一样 还够一吗 这鲜里面的 嗯 还可以 我看里面肉一朵大 哎 看到肉了 嗯 哈哈 这油放了一点多 嗯 还可以 嗯 嗯 这种肥瘦的香煎最好吃 嗯 嗯 嗯 吃个水果洗洗一下 要跟兄弟们说再见了 朋友们 拜拜 下个自助餐见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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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